开口前不被看好 但最后强势逆袭是什么感受 上个夏天有陈秦令 这个夏天有山河令 一样都火了 但火的不一样 陈秦令原著 长居近江YP金榜 总点击量超过10亿 书粉基础不容小叙 肖战 王一博 中卫男团出身 本次年性也赢在起跑线上 投资两个亿实在是大手笔 而山河令原名叫天雅客 书粉不多 穿着海报没专业团队 角色盯装照不不亮眼 预告片没砸钱 从开拍就活到单改101 几乎没人在意它 3000万T成本 甚至连主演都是零食换的 评分基本靠自来水和路人 本以为是个哑炮 没想到成了三天猴 聚集播出后 人气节节攀升 热色不断 拍分就是8.2 超过42万人为这部剧打分 多半一度上了8.6 软超当初陈秦令的起点起分 游走在单改的红线边缘 多一点阴柔会被叫停 少一点互动又此不达意 幸存下来的山河令太过难得 作为18线福咖 和勉强三线的不入流演员 龚俊和张哲瀚也成为了 这个夏天最火的流量 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 即使单改 无法和流量密码划等号 但也在此印证了 主要改得好 观众要多少有多少 今年五一假期 没有比苏州更火的地方了 3号4号 无数山人奔赴苏州 参加世纪婚礼 掀起传承热脸 演大会前一晚 CP粉就提前在上海放了个大招 外坛无人机表演 直接登上热搜高位 300架无人机应援 起飞点为国客中心码头 直接在黄埔乡上表演 600多万人实时围观直播 当天 四周城里万人空巷 地铁一号线的乐桥 东方之门 中南街等地铁站 全部张贴着 俨然的应援海报 双字塔 以100货 欧利中心上川上演大片门波 晚上的金鸡湖月光码头 无人机飞出了 海底村之旗的口号 本子应援就更多了 直接用海路空分类 废艇 直升机 无人机 灯光秀 珊瑚秘名 心情命名 爱心捐赠等等 银银剧传 足够有牌面 当然 这份的牌面 不仅是粉丝给的 演唱会上 江云林主创 带头课CP 剧组演员直接在台上说 温州之恋 愿他们白头写老子 选决汉 为什么 多人所爱 有些虎狼之词 引起现场尖叫声一片 龚俊张之汉本人大方互动 既不迈腹 也不刻意避嫌 像下山没门 因为门已经被这份体面 给堵住了 有被尊重的官具体验 大方体面的营业 让山河令不得不复 第一集说到 相比陈琴令 扩绰的两个亿投资 山河令只有3000万制作经费 但是肉眼可见 这点钱全部都花在导人上了 让观众自叹是 文化沙漠的故事文台词 考究的镜头语言 精致的浮华道 十佩可逼减 都是燃烧的人民币 18线胡卡 主演片酬低 但责任感极强 长达几页的古文说背就背 为了深入行径 连对手词也顺带的背了出来 制作方有多重观众 说美颜不好看就给去了 说配音难听 咱们就重配 舞蹈画面不精致 咱们来重剪 总之观众提的意见 都会考虑快速落实 在演唱会筹备之初 就开放了投票 让观众选择心中的名场面 最后会在舞台上进行重现 游戏环节也通过投票的方式 交由粉丝决定 主演要营业就大大方方的 别那些避嫌和拉彩的招集取动 这样一个在剧情上有止度 营业从演员个人 到团队全方位配合 各路人马戏下场的特CP 在过去五年的单改题材中 还是头一个 限定花期时间一到 午夜终身敲响 就像一场毕业联欢会 热人闹闹 哭哭笑笑 大家从此各奔东西 走向不同的人生